好 今天台湾大小事要来看到 这18号的时候呢 在台中有一名男子 是当街遭人砍断了右手掌 警方到场之后呢 是赶紧把男子送往医院 幸好他没有生命危险 那么警方也成立了专案小组之后呢 立即逮到了三名恶煞 初步了解呢 是因为这个债务纠纷 才会遭到锁定 埋伏在他的住家上门开 好几名园警站在水沟旁 拿着手电筒来回走动 就是因为一名男子遭人砍断手掌后 还被丢入水沟里 看人经文的砍人案件 发生在台中小四点多 现场依旧血迹斑斑触目惊心 当时保全人员听到外面有声响 赶紧跑出去查看 警消到场后赶紧把男子送往医院 因为他不止断掌 连头部都有撕裂伤 可以想见当时有多激烈 警方表示这名男子疑似与对方 有财务纠纷才会遭人盯上 住家在那附近三名嫌犯该处碰到被害者 三名二杀犯案后搭车逃往市正路的方向 遭警方锁定后迅速逮捕 而因为发生载务纠纷就要把人的手掌砍断 丢入水沟凶狠手段 背后原因警方将一一抽死剥茧 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市议会的议长曾丽燕被控炸领助理费 昨天高雄地检署指挥了调查局的南部机动站 缤纷多路大动作的搜索 包含了曾丽燕在内 带回了她的妹妹还有弟弟等14人要厘清案情 那么深夜经过了高雄地检署复训之后 今天凌晨是裁定曾丽燕以200万元交保 她的弟弟曾华富10万元交保 至于她的妹妹曾丽宏 检方认为罪嫌重大 所犯为7年以上的重罪有串政之余 所以向法院来申请羁押了 另外来看到新北市三重 18号的上午10点多发生了银楼抢案 有三名抢匪持辣椒水攻击银楼的 销信老板之后捆绑限制行动 得手了大约有500辆市价3000万元的黄金 还有钻石翡翠之后 骑车逃逸 警方通知了线上警网来围捕 永和警方随后在中和将彭信嫌犯逮捕到案 19号凌晨在花莲又逮捕了其中一名 陈姓的嫌犯 起货了两支改造手枪 随后这个坚硬的夏姓女子 也在高雄的住处被查获了 还有这个遭享的黄金等脏物也被发现 数量仍在清点当中 另外还有一名嫌犯在逃 警方也持续在追查当中 一名18岁的吴赵蔡姓男子呢 昨天晚间偷偷的开着附近的宾室车 行进这个新庄寿山路的时候 撞上了违规左转的28岁男子 他骑着这个重机之后呢 又撞上了民宅 结果这一名重机骑士送医之后宣告不治 赵氏的少年呢 他右脚擦伤之后 被送往了林口长庚医院来救治 新北大道七段往这个树林方向是暂时封闭了 警方正在财政当中 后续呢也会进一步的来厘清案情 另外再来看到在台南呢 是发生了一起假车祸真掳人的案件 有一名女组头呢 疑似因为击欠了千万元的赌债 招到了这个八名的恶煞呢 以两辆车来包抄 追撞逼停之后压走长达五天 还被蒙眼上铐 警方是成立了专案小组 逮到了八名涉案的嫌犯 索性这名女组头呢 没有任何大碍平安获释了 十几名刑警小心翼翼走进民宅里 下一秒踹门攻坚 还在炫梦中的嫌犯 遭警方团团包围 被枪指的让他不敢轻举妄动 就怕落网之余仔细搜索 但同一时间警方兵分多路 逮到同伙嫌犯 原来他们这个月十三号制造了假车祸 把这一名三十一岁的女组头当街掳走 疑似他和男友经营的网路赌博 却传出他欠了同业千万债务 要求打三折清偿债务 遭拒绝后十三号凌晨 他们趁住偷汉朋友到关子岭拜拜时 企图制造假车祸 遭两车包夹后 六名扼煞持滚把人掳走 女组头被找到的时候 双眼糟蒙双手上扣 眼睛手部都有伤痕 而这一路就是五天 但嫌犯把人掳走 没有要赎金 看似警告异味相当浓厚 警方还要追查着幕后主使者 到底是谁 因为嘉义也发生有组头被掳 怀疑有关联性将持续追查 记者综合报道